總要換髮型的看到盧廣仲真的也換髮型了 去年二月頂高唱從軍樂 在內政部當替代役 預計在這個月二十五號會退伍 日前他參加了公司的尾牙 那麼露出額頭的髮型 跟他招牌的這個馬桶蓋頭 真的差很多耶 很多人一時都認不出來他是盧廣仲 女蠢情歌 我在樓下的 不要吵了 珍珍女主角陳怡涵在樓下 彈著吉他深情歌唱 藝人盧廣仲在最新國片電影中飾演宅男 當時還留著招牌馬桶蓋 下面這裡 同樣戴著黑光眼鏡 去年二月盧廣仲李平投 原來是入伍擔任內政部替代役 招牌馬桶蓋不見了 讓他首度在鏡頭前面露額頭 當時他還一度覺得沒有瀏海 很沒有安全感 社會工作我覺得還滿酷的 可以看到可能之前生活 遇不到的事件還有人 十一個月過去 日前參加公司尾牙 盧廣仲平頭長長了 現在梳起瀏海變成西裝頭 還露出額頭差點讓人認不出來 盧廣仲從出道時的招牌馬桶蓋 變成當兵入伍的平頭 現在頭髮長長了又改出西裝頭 二十五號即將退伍的他 盧廣仲再次重回螢光幕 會以什麼樣的造型亮相受到矚目 記者 范劉林 台北總部的